來看到最近的消息 花蓮台九縣的蘇花公路 在今天發生死亡車禍 一名69歲的李新男子 獨自開車北上 經過重擾隧道之後 一顆大約20公分的落石 先砸到地上 接著反彈砸破擋風玻璃 還砸在男子的頭上 當場昏迷 送醫之後回天法術 可以看到這台白色的轎車 就這樣子卡在對向車道的山壁的旁邊 車頭的擋風玻璃 被砸出一個大洞 就是落石彈起來打破的 也把男子砸昏了 汽車失控撞上了山壁 車頭幾乎全尾 可以想像這個當時的撞擊力道 有多麼大 警方調查發現死者沒有酒駕 至於詳細的事故原因 仍帶進一步釐清